朋友们好啊 继续分享新版的时帅时说 我们昨天说 邓小平为了从华国锋和叶剑英分军权 提名任命了军委秘书长罗瑞卿 罗瑞卿之恩图报 上台以后抓住 南海战争对160号导断驱逐舰爆炸沉默 和华国锋苏振华 他们计划要在吕顺 搞海军阅兵这两件事不放 最后呢 完美收官 说的直接一点 就逼死最后的结果就是逼死了 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 海军政委苏振华 然后让华国锋微信扫地 让叶剑英颜面尽失 那么 接着 这个 就在他们要再下一城两城的时候 这个罗瑞卿 一家人不就是刚 那时候还没算改革开放吧 反正就是 这这这这 就怀疑团开始回来了嘛 然后这个毛主席帮他们 72年的收集已经把西方世界大门给打开了 于是呢 对于西方世界他们就怀着无比的那种 那种迷信 什么都是好的 这个月亮是圆的 屁是香的 然后呢 说那西方国家的医疗水平比中国好 到他妈的不知道多少万倍了 是不是 就这么着 甚至就在很多国内的中西医一些专家 医生的强烈的反对下 这个罗瑞卿 和他的家人们 就觉得他这条腿不去德国根本就保不住 去了西德 西德还不能叫德国 还不能叫德国那种 去了西德 他就能够回来以后见不如飞 就能够在军委大楼里面跑圈的 就这个感觉 这罗瑞卿当年就说什么 力排众议 带着夫人郝志平啊 什么这些随从 就去了西德 去支腿去了 没想到 这个一去不归 心脏病发 直接死在了西德 这罗瑞卿这个最后的生命的结局 真是够悲催的 真是够悲催的 那么罗瑞卿去世了 军委秘书长 这个你当初说社军委秘书长 我们同意了 你提名罗瑞卿 我们也没反对 但是现在他死了 那这个 这个缺得有人补啊 是不是啊 这港不能空着呀 于是就 趁机 叶剑英搬回了一局 这个大家知道 解放战争的时候 我说华北 内容争的华北野战军 华北解放军 仗打的 简直就是 这个我们 我们说内容争的时候 不说过吗 是不是啊 这华北 华北共军 战绩 乏善可陈 几年翻过山了 被附罪打的 风声鹤唳 但是华北野战军 后来到林彪 两场战结束以后呢 冬夜入关 冬夜和华野 合并一处 要发起 平均战役的时候 那华野 下面还有两大兵团呢 是不是啊 其中一个兵团 就叫杨罗 耿兵团 杨是谁呢 杨德志 罗呢 罗瑞卿 政委 耿是谁呢 参谋长 耿 彪 那么耿彪呢 解放战争啊 做军兵团参谋长之前的时候 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前 抗战胜利之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耿彪 一度 和叶金英共事过 一度是作为夜帅的 夜参座的这个 这个下属 两个人一起 在哪呢 在北京 那时候叫北平 一起在北平军调步工作 这个时候这个 耿彪和叶金英两个人 你想当年也都算一方面军的 耿彪也是一方面军出身的 这个无论是这个前缘啊 还是当下啊 最后呢 夜叶英也算是在北平军调步说 有那么几个嫡系 算是培养了几个嫡系 那其实耿彪 起码在北平军调步期间 那确实就是夜叶英的嫡系 但是耿彪这个人呢 兵团参找杨罗耿 打完平平战役之后呢 建国之初的时候 这耿彪是第一批脱下军装的军人 干嘛呢 不让他打仗了 把他派出国了 让耿彪那时候做大使去了 五人搞外交吗 这个民国的时候 陆征林什么这些人不都说 五人搞外交 那都是迫不得以权宜之计 新中国之初的时候 是不是权宜之计呢 我们不议论他 那我们在陈毅那一节里面 尾声的时候 说到了我们 我们对中国 新中国外交几十年的感慨 这个耿彪呢 建国之初的时候就脱了军装了 然后呢 做了大使了 做了珠爱大使 其后这二十多年 始终就战斗在外交战线上 但罗日清死了 军委民事长这一圈空出来 叶剑英有了搬回一局的这个机会了 于是 他就 让早已脱下了军装的 自己在北平军调部时期的老部下 这个耿彪 重新 一颗红心头上戴 革命的红旗挂两边了 穿上军装了 直接任命耿彪 任中央军委常委 接任中央军委的秘书长 这可以说 我估计人耿彪自己都没想过 到了七十年代末了 自己的政治上牙 还能一下子 又有这样的一个心裁筋 那么呢 叶剑英一 当时就是让耿彪 做了中央军委秘书长 做了军委常委 然后呢 提议设立中共中央的军委办公会议 在军委常委的领导下 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 让耿彪出任了中央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的主持人 这耿彪一下子就 在军队里大权在握了 一时风光估亮 那么就是在这个期间 大家知道啊 就是在这个期间 这个 这故事就可以说到今天了 说到今天什么 说到今天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 习近平就是在这个期间 有了自己的从军履历 哈哈 当过宾 他做了 耿彪的秘书 那么关于这段事 这段事呢 这这些年来 从十八大吧 习近平接班了之后啊 这方面的信息太多了 太多了 大家非常熟悉的互联网上的一张习近平的照片 啊 免官 没戴帽子 啊 然后呢 就是一身六五式的军装 革命红旗逛两边 啊 然后冯旗寇记得很严实 啊 这样一张照片 那就是习近平 给耿彪做秘书的时候的 啊 那么一个 一个证件照啊 差不多 看着像是证件照 啊 那么关于这段历史呢 有一些说法 啊 有些说法 就说习近平呢 当时 因为耿彪的位高权重啊 啊 谁要是能给这个耿彪当时做秘书的话 很多人可能觉得至首可热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一开始 恰恰有人不太待见这个位置 谁呢 就是 这后来 这个我们说国史的 说到这个 这个老红业兵的时候 说到 这个西九 啊 说到联洞的时候 那么一个头目 啊 就是当初中央情报部的副部长的这个耿 这个孔元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儿子 啊 孔丹 啊 然后大杂抢烧 说是让这个坏事做尽 啊 后来呢 这个 改 所有的改开之后啊 给陈云写信 最后陈云发了感慨 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最后 我就说孔丹 啊 这都是 七日 双手沾满了鲜血的 那些老红业兵的这些个代表 这些高干子弟 老红业兵代表 摇身一变 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 啊 都成了中国的政治中间 最后的九十年代的时候 纷纷下海 啊 转的盆满 博满 孔丹 就是其中的一个 代表 一个典型的代表 那么按照孔丹 孔丹说 孔丹说 耿彪那个时候 当 被叶经提名 做了军委常委 啊 军委秘书上 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的 召集人的时候 孔丹那个时候 事实上是 耿彪的秘书 耿彪的秘书 无法大命结束 所谓的 啊 还在他正面之后 七七年的时候 华国锋有一个讲话 不是宣告了 十年无法大命结束 啊 那么呢 当时的这个 耿彪呢 啊 这个 被这个华国锋和叶经营给点名 从外市口 转到了 主干县上来了 啊 当时这个 耿彪呢 是负责 奉 华国锋的叶经营的命令 啊 这个 要这个重建 中国中央的宣传口 就让他管宣传 啊 就好像在政变的时候 耿彪不也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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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受他一部分军权吧 带了一部分军队 然后占领什么 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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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行门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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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那个 那个 广电总局 那个时候 哎 哎 是类似于广电视台 什么的 北京电视台啊 啊 这个广播 中央什么广电台 啊 等等啊 就这些个宣传口的 要害部门 嗯 那么耿彪那时候 大家以为 是不是耿彪以后 要是脱离了外交口 要回到政界来的话 要搞宣传呢 当中宣部长 或者什么 就这种感觉啊 啊 而那个时候呢 耿彪 因为 换了口了 掉到这边来了 管宣传了 然后再要搭建 自己的这个班底啊 那么秘书啊 想要一个秘书 当然他们 每个人都不 不止一个秘书啊 但他可能需要 一个贴身秘书啊 年轻的 有才的 能帮他写东西呢 等等这样 听说是耿彪是 通过自己的女儿 把画给放出去了 说希望孔丹 能够 到自己边来 然后呢 给自己做秘书 那就等于 中国的宣传口的秘书 大秘书 这个 孔丹还真来了 他还真来了 给孔彪做过一段秘书 但是呢 紧接着不是罗世青死了吗 然后这个 孔彪不就被叶剑英 他们搬回一城之后 被叶剑英 他们给弄回到军队里 穿上军装了 做军委秘书长 这个 要出任军委秘书长 还当时有许诺 孔彪还要做国防部长 那时候 而孔丹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他自己呀 呼出呼 这这他妈的吹牛啊 还是什么也好 孔丹后来自己对外说 他说他妈 我当时就是 不愿意跟着耿镖 继续跟耿镖了 我就不愿意跟着他 去穿军装了 然后呢 似乎他有什么文学梦想 文学理想 还有什么 理论理想啊 还是学问理想 所以孔丹那个时候呢 还真就没跟着这个耿镖 到军口 孔丹后来就 直接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经济去了 读研究生去了 那后来要怎么 孔丹说 大国起劳总 按照孔丹的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我孔丹当时 要不拒绝这个耿镖的话 哪有你习近平的事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个坊间就有说法 说恰恰就是因为孔丹 有了自己的独立的这样的理想和追求 从耿镖的宣传口的秘书这个任上 人家没跟到军委去 人家到研究社科院读研究生去了 所以呢 耿镖的几大秘书中间就缺了这么一个秘书 于是呢 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这个习近平 哎 就被选上了 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给这个耿镖 做秘书 那时候没有军衔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习近平给耿镖做秘书支出的时候 级别是复联 啊 是复联级 1月50多块钱 哈哈 复联级 就给耿镖 做什么秘书 嗯 16分钟啊 今天就说到这 明天我们继续聊聊 习近平的这个军旅生涯之初 哈哈 啊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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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